那我請教致盛喔 這個俄羅斯節節敗退的同時喔 習近平事實上是在內部做政治的肅殺 是沒有錯 習近平的政治清洗看起來沒有盡頭 但按照這個中國中紀委所公布的 第一季度的所謂的反貪 這個反貪府的一個狀況 第一季度是一到三月 一共就有11萬的這個官員被處理 就是說相關的反貪打府的狀況就11萬 換言之一天超過一天200個官員 他是被這個因為貪腐的名義 而被處置了這樣的狀況 這是非常驚人的數字 這是一到三月 那四月份其實我們有提過 光這個正部級 應該講說副省副部級以上的官員 就超過三個 包括我們提過了國家體育總局的 這個副局長 包括了這個光大集團的董事長 包括了人行的董事長等等 這個正部級就三個 那你就知道其實習近平的反貪府的行動 看起來遙遙無奇 沒有盡頭 而且更可怕的是 五一長假三天 五月四號第一天 就一口氣公布了 七個這個反貪府的官員落馬 而且這七個不是一般的官員 七個是政廳級以上的 包括大連市的副市長 包括了武漢市的副市長 都是一定政廳級以上的官員 一天七個 那我就在想 中國到底還有多少的官員 可以讓習近平這樣子不斷的清洗的一個過程 過去的清洗從2012年18大開始 我們可以理解成習近平是為了要對抗 這個政法幫 為了對抗江系的這個清洗 可是到了今天 看起來更多是為了要 進一步透過反腐的清洗 不斷的去鞏固自己的權力 透過這樣子運動式的動員 不慣的去鞏固這樣子的自己的一個力量 這讓人不僅想到在這個毛澤東時代 你說從三反五反大躍進 然後這個大明大棒 一路走到文革 那個是一個一步一步 毛澤東式的群眾式的清洗 那現在習近平是不是在複製 這樣子的路線 在做這種所謂黨員的清洗動作 而看到文革的下場 你再回來看習近平這樣子走下去 到底會把中國帶到哪裡去 是讓人感到不寒而栗的 而且不是只有在官員的清洗的問題上面 那回來看他的領導的部分 也有兩個部分是非常非常值得注意的 一個是央企 我們都知道習近平現在在想盡辦法 在收容金融收容這個企業 那在央企在這個三月份兩會之後 這個正部級的央企 一共這個有98間 其中有19間的 這種所謂的黨組書記 各式各樣全部都在更換 全部都在輪替 他當然不是用反腐 但是他不斷的在更新新的 這個所謂的領導班子的名單 其中有一間非常有趣 叫做中國新網 所謂中國新網 其實就是針對馬斯科的心念 所要做出來對抗的這樣子一個公司 那他也預期未來要佈置 1.3萬個低軌衛星 可是就在短短的一個月 他從黨組書記 然後總經理董事長 全部換過一輪 那我在想 這麼短的時間內 你把全部的領導都換過的時候 你這個未來這個中國新網 到底要怎麼運作 全部都是問題 但對習近平來講 這一件事情 只要這些公司 這些央企 這些政府組織 服從我習近平的命令 聽從我黨中央的意見 全部都好 同樣的問題出現在5月5號 二十大之後 第一次召開了中共中央財經會議 這個中共中央財經會議的召開的 這個組成 讓大家看了之後 不知道該啼笑皆非 還是對中國的經濟感到蒙上隱隱 為什麼 中共中央財經會議的 這個小組長 習近平 副組長 李強 委員 蔡奇 加上丁薛祥四個人沒有一個是真正懂經濟的 可是未來五年中共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 卻是由這四個人來拍板決定 你說當一些財經專家真的看到這樣的組成之後 你會不會對中國的經濟感到心寒 感到憂心 可是對習近平來講 中共中央財經會議只有一個重點 他的重點叫做加強黨對財經工作的領導 所以你從反腐你從這些央企的改變到財經會議的組成 你會發現習近平現在只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強化共產黨在所有金融企業領域的領導地位 強化習近平自己的指導的這樣的壓力 而這件東西次會把中國的經濟帶向何方 其實通通都是問號 好 我們稍後回來